今天我們又來到 PPF 今天 PPF 有一點特別,想跟大家說說 PPF 的旗艦雜證 大家看到這輛 Benz 頭蓋 PPF 已經花了 非常噁心,我第一次見到這麼壞 我想問 Dixon,為何 PPF 頭蓋變成這樣? 我們估計這輛車上一輛 Red Shot 用了一些國內的劣質材料 此其一,此其二就是這輛車應該經過不少時曝光 曝光會變成這樣? 曝光再加上一些劣質的PPF 就會有機會變成這樣 因為這輛這麼嚴重的情況,我都比較少見 這些餡料好像吃了下去 究竟本身是這個頭蓋,有很多凹凸面 有很多石仔塗下去 所以認到它一溶縮成這樣 還是曝光後便便貼在頭蓋上? 我們估計應該不會的 因為如果頭蓋的狀態很差 有很多石仔痕 基本上都做不到 PPF 我們估計曝光後,表面的膠開始溶 你看到這些凹凸的膠溶了 即是在長期高溫的情況下 表面的膠溶了 所以會見到一些凹凸的情況 但本身它的油應該是不適合的 之後我們便會把它撕出來 撕的過程會不會是最容易出事的? 怎樣撕法呢? 估計這個頭蓋我們不可能一塊撕出來 都是逐塊逐塊撕出來的 過程中逐塊撕出來的時候 可能會用一些溶劑或加熱的程序 慢慢把膠液清掉 在這個工序上都頗要小心 因為如果我們用一些溶劑或撕的時候太大力 都可能會傷到底漆 聽完Dixon 說 之後大家都初步有印象 這塊這麼噁心的 PPF 之後我們便會實際撕出來 好像病人套一樣 好像病人套一樣 他又不是很難撕的 PARRIER 我想問一下你現在開始撕的PPF 覺得和你平時撕的PPF 這塊是甚麼情況呢? 其實這一塊已經去到很差了 摸上去它已經很薄 再加上看上去已經是蒙了 你當作是100% 這塊我給它10% 或0% 都可以 這個PPF 撕的時候可以大範圍地撕 但這塊已經很脆 撕的時候要很小心慢慢撕 它會叫它用薯片 一塊一塊很細塊地撕出來 你看到可以逐個逐個撕出來 很多朋友都會擔心 如果我印刷的話 車漆就會掉下來呢? 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膠質不會咬到車漆內 不會連上車漆會貼出來 因為膠質露化 就不會吃掉在車漆內 也有殘留膠上去 你之後會再怎樣做呢? 之後會用3M 除膠劑去撕掉膠 只是同樣的PPF 你們需要撕多久才跟平時有多大分別呢? 快PPF 應該要3-4小時才可以撕掉 平時那些大約半小時至1小時左右 因為我好奇,所以我自己有試試煮 剛才我問了師傅 另一個步驟可以怎樣 師傅跟我說正常的話,可以用風筒吹熱 令它軟身再滅 但因為這個頭蓋依然是很熱的 也不需要用熱去令它軟身 因為一來沒有手指甲 所以就像平時 如果你們有貼膠紙 在物件上溶掉的感覺 這樣就斷了 非常之容易斷了 你看到畫面上,這塊是我們剛才的頭蓋 已經變了色,亦很硬 平時正常的形狀是這樣的 分別是甚麼呢? 分別是大家看到正常沒事發生的 是有銀杏在這裏的 因為有銀杏在這裏 我經常跟大家說,銀杏在PPF 才可以防刮 但這一塊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們為何會看到頭蓋這麼多碎 就像剛才師傅所說的,就是薯片 剛才我撕的時候,很容易一撕就對了 是很脆弱的 我覺得很噁心,像包裝塑膠一樣 以前包裝塑膠,放了兩個學期後 會變成發黃,其實就是這樣的 看片看到一本,是時候跟大家介紹一下新產品 我旁邊的一條輪胎是Nokian輪胎 Nokian輪胎即是Nokia Nokia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手機製造商 其實它是芬蘭第一大輪胎製造商 這條Power Proof 是它們的頂尖旗艦產品 而且它亦由F1 的芬蘭車手客戟來親戰而發 這條胎是特別之處 在胎上有一些數字 去到水點的位置 就告訴它,其實磨碎程度要換胎 很有趣是不是? 外面的位置就是咬你 內面的位置其實是抬水好一點 是乾濕涼用的 其實很適合香港的天氣路邊情況 大家是否覺得多有興趣?想試試? 現在泊車不是獨家優惠 1180 元連安裝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只要在畫面上的QR Code 便可以買到 剛才看完這個很辛苦的去試試 PPF 頭蓋 現在來到另一個環節 就是講講大家最關心的話題 就是PPF 的保養和保護 我們先講講了保護 我們很明謝Dixon 借出他的外區波子 去做這個測試 現在頭蓋是黏了一塊 PPF 旁邊一塊是普通的膠 我們會試試刮上去 首先我會用的是鐵砂刷 我會去試試 隨便 為了告訴大家它真的能夠刮到 我先刮到這個位置 這是普通的膠 1 2 3 大家看到嗎? 全都花了嗎? 大家看看 很順滑的 那我怎樣刮呢? 我洗車 都是不花的 看到分別嗎? 之後就是兩元銀 為什麼兩元銀呢? 因為多數刮花的車身都是用兩元銀的 我們現在就刮一刮上去 P-P-F 保養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簡單說一下 做完 PPF 之後 如果要保養好車的 PPF 首先一定是保持車乾淨 勤洗車 第二樣是可以用一些水道膜 水道膜何時用呢? 就是當 PPF 線水塗層失效了的時候 你可以補上水道膜 讓它可以保持有線水功能 那其實有線水功能呢? 車就第一沒有那麼髒 第二它沒有那麼容易蓋住水 盡量保持車乾爽的大原則 為什麼我做完 PPF 不可以曬? 如果你說曬的話是很籠統的 香港很多地方是室外停車場的 是不是不能做 PPF呢? 那又不一定的 只不過是因為作愛最怕 反而是曬它沒有問題的 但是最怕的一件事就是 下完熱再曬 下完再曬有什麼不好處呢? 那個膠膜會有很多水漬形成在這裡 其實 PPF 對水漬這件事是比較敏感的 會比不做的時候敏感的 所以盡量做完 PPF 之後 都不要長期放在室外 有些可能真的在室外停車場 可能一個星期都不駕駛 那車就日曬雨淋了一個星期 之後就不會立即有問題的 可能這個狀態維持兩三個月之後 可能真的會有問題了 可能在PPF 上面會有多水漬 而那些水漬是很難去清除的 你說經常勤勤洗車 那究竟要洗多少次呢? 其實最理想來說 一個星期兩次 當然這個比較苛刻的 因為香港人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去洗車 最基本都一個星期洗一次 盡量令車不要那麼多水漬在表面上 還有少一點污漬 對 PPF 的持久度都會好一點 拍攝這一天 外面下大雨的話 我是否有它呢? 下雨了 應該沒問題了 車主的心態也是 因為下雨後真的不想洗車 你明知天文台一個星期都會大雨了 你當然不會想著這個星期都會洗車 如果我們在一個保養的角度來說 寧願浪費淺一點 都會保持回規範圍去洗 這樣就會好一點 因為你不知道何時真的會出太陽 你估計不到 現在車越骯髒的情況下 濕又濕又骯髒 當太陽一曬下去蒸乾水的時候 所有骯髒的東西就在車上 有個情況就是最怕有些礦物質 當雨水蒸發之後會有機會有礦物質 礦物質真的會吃到 PPF 上 就算不做 PPF 其實對本身車油漆的光油都不好 看完今集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些答案解答 我知道大家或許還有很多問題關於 PPF 不妨在下面留言區再問 我們收集之後會再請教Dixon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